卡扎菲被杀钱说的两句话,到现在利比亚人才听懂,发人深思。 卡扎菲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但是从小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。 他在参军后,就立志要改变当时落后贫穷,四分五裂,受西方控制的利比亚。 因此在70年代发动政变,墨有流血就控制了利比亚,从此开启了长达42年的统治。 卡扎菲在位虽然独断专行,个性乖张,但是其经常对外说,利比亚就跟他的孩子一样。 其曾经一度取消了自己的所有头衔,只留了一个利比亚大家常的角色,或者叫做领袖,在位期间也一直是为了利比亚的利益在奋斗。 你对与卡扎菲被杀钱说的两句话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,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最新影片。 在当政时期,利比亚不可否认地迎来了全面的繁荣,使得东西分裂的格局改变,国家完全一统,发展了经济。 利比亚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富裕的国家,并且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,同时还在研制核武器企图让利比亚成为强国。 而这一切在2011年灰飞湮灭,利比亚人民起来推翻了自己,并且最终被虐杀。 面对此,卡扎菲在临死前说了两句话,直到现在利比亚人才听懂了,但是为时已晚,追悔莫吉亚。 在叛军进入的黎波里后,卡扎菲开始逃亡,但是很快被西方发现,并随后被反对派找到。 当时一个自称亲手打死卡扎菲的青年,宪政了卡扎菲临死前的最后时刻。 这个青年叫做乌雷比,当时只要19岁,其在卡扎菲死后曾轰动一时,因为他宣称是他亲手处决了卡扎菲。 据他叙述,在寒冬找到卡扎菲后,乌雷比上前夺下了卡扎菲的手枪,还打了当时受伤的卡扎菲两个耳光。 卡扎菲对着乌雷比,说了两句话,第一句你就像我的儿子,第二句我就像你的父亲。 这两句话当时乌雷比听完很是气愤,也是这两句话使得乌雷比觉得受辱,两枪打死了卡扎菲。 但是,直到现在利比亚人才听懂,卡扎菲一直将利比亚所有人看成自己的儿子,去呵护和照顾。 而自己也一直被看作是利比亚的父母和大家常,去为利比亚遮风挡雨。 而当时作为儿子的利比亚人民,却杀了父亲卡扎菲,使得现在利比亚穷困潦倒,四分五裂,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 这能不让人深思,能不让人追悔莫吉摩。 但是现在听懂了,也来不及了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那个自称二枪打死卡扎菲的年轻人,最后是什么下场。